翻开一带一路的版图,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重要起源地,也是三个地标,它们分别是南宋时期的福建泉州港,圆明时的张州越港,以及清朝中叶的汕头张连港。 张明古港,这个广东时大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,位于寒江下游出海口,您可别小瞧这个丹丸之地,它曾是明清时代赫赫有名的越东第一大港,是中国近海贸易的启航之地,更是近代以前越敏及花桥出海的第一站。 张明古港兴起于康熙后期,繁荣时间跨越了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等四代皇帝,其繁荣兴盛达百年以上。 这个地方在上世纪初,还被标入了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。 从张明古港驾车西行二十分钟,一个有了六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,在此低调的华丽着,不声张、不缠妹、青砖百瓦中,彰显着传承之美。 这个村落便是乾美村。乾美村位于汕头市城海区西北部,历史悠久,海外华侨众多,曾先后被评为广东省旅游特色村,广东省古村落,广东省三十个最美乡村之一。 清末民初,以泰国著名桥商陈慈,宏伟代表的一批陈氏后裔华侨,纷纷回乡,创建了乾西村陈乡新乡,至民国三十年。 1941年,多个村落合并为一村,取乾西村的乾字,和居美村的美字,乾美村至此而成。 人们总说富不过三代,但是陈慈鸿家族却打破了这个顶论,创造了历经几代经久不衰的富贵神话,这与其家族兼容广纳,认人危险的经商财略,以及严格的家庭制度不无关系。 他们的艰辛创业,为后代积聚的不仅仅是财富,还有许多可供识人研究的宝贵文化资源。 返乡的华侨市巨资、修建、豪宅于这一方宁静的土地上,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规模宏大、风格独特,及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精华与一身的建筑群。 陈慈鸿故居有着潮汕小故宫,吉陵南第一乔宅之称,是前美村最大的旅游特色。 这座巨型豪宅群始建于清朝宣统二年,一直延续到抗战前。 历时近半个世纪,及陈家几代人的心血。 陈慈皇故居占地两万五千四百多平方米,分设善居室、朗中地、寿康里、及三卢寺大宅院,厅房共五百零六间之多。 据说以前陈家专则开关窗门的佣人,每天清晨开窗,开完所有的窗,又开始关窗,当所有的窗都关上了,天也暗了。 宅邸的总格局,即以朝善传统司马托车的建筑架构,柔和了西式洋楼,再以亭台楼阁,通廊天桥作为点缀。 建筑规模宏大,且风格独特,宅几古今中外宅居建筑精华与一体,几古普典雅,又富丽堂皇,连片成群,是朝善地区乃至全国罕见的民居建筑。 县对外开放参观的,锦善居是一座,占地面积6861平方米,有厅房202间,故居建筑中西合璧,几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与一体,几古普典雅,富丽堂皇,又成片成群,规模宏伟,被誉为岭南第一桥宅。 这座宅底整体采用中西结合的建筑形式,每座宅院都用朝善民间建筑的摆凤朝阳的传统格局。 整座宅院外面又建起一围二层央视楼房,有的在第二层上面再加一个平台。 层与层之间,楼与楼之间,都有回廊连接,形成一完整的独立结构。 楼房面朝庭院,后墙向外。自外远望,大面积的粉墙与有黑的屋顶,对比鲜明。 这是对传统民居建筑的发展,也是中西建筑特点的结合,不是纯传统的潮州民居建筑。 宅底的这种外观形式中,蕴含着一种坚实而严肃的内在精神,让人感觉到它的不可冒犯。 在高墙后面,宅院成为一个同外界隔绝的空间,保持了静谧和安宁,而宅院隔局秩序所蕴含的理智秩序,同样显得稳定难以改变。 整座宅底的基本结构,屋内的木雕及石雕,虽以中国传统形式为主,但大量采用欧洲进口的彩瓷地砖,墙面装饰也大量采用进口的彩瓷片,门框,窗框,墙线等纹饰,也大胆采用西方的建筑样式。 内里门廊和窗套既有潮扇嵌,也有西方的石膏尼素。 其装饰花纹有传统的花鸟图案,又有西式的几何图形,也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风格的图案,在一处石雕图案中,还出现英文字母,值得慢慢欣赏。 陈瓷红固居的建筑材料,汇集当时中外精华,其中单进口瓷砖就有几十种款,这些瓷砖历经百年,花纹色彩依然亮丽如新。 所有窗帘都是进口的两三公分直径的钢筋,至今不锈不实。 所有的栏杆采用带有西方风格的钢筋水泥玉制件,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先进的制作技术,且质量上乘,至今基本完好。 仔细寻找,不难发现在洞梁之间,或是以中式金漆木雕,明家书丹的时刻,典雅大方,或是以西式图案瓷砖,彩色玻璃,金地辉煌。 这些不管是物质外观还是文化品格都存在极大差别的样式,被并置在一处,使整个装饰变得十分不协调。 但正是在这种不协调的形式中,诚实了一种坚收并蓄的精神力量。 直营班组建后,陈家从此变成为黎远子弟,转喜于潮汕乡村,在只有四米建坊的戏台,为村民们表演潮剧木偶戏,现在父子二人被旅游区请去专门为游客表演。 一百年前,竹编灯笼的手艺传入前美村,逢年过节,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门上挂上一对灯笼,显得喜庆。 用竹子编制灯笼,是因为潮汕画主与德同音,人们都喜欢图个好兆头。 当地买灯笼不叫买,而叫写灯笼,可以想象那些都要写字的灯笼,一般是写上姓氏和宗族的俊望,挂在自家门口或者宗祠前。 由于潮汕农村延续着正月点灯笼的传统,而且潜美人的制灯笼技术精湛,当地的灯笼在潮汕地区是很出名的。 交通 自驾游,京广汕高速,到达汕头市区后走三二四国道,再入安城公路即可到达潜美村,沿路皆有陈慈洪故居指示牌。 巴士路线,汕头市市区,有直达陈慈洪故居的旅游专线103路公共巴士。 村游路线,潜美村离汕头市约20公里,附近的莲花山温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游玩线路推荐 线路设计,上河珍珠科技园一陈慈洪故居一莲花山温泉,陈慈洪故居一旦福院一,莲花山温泉度假村,陈慈洪故居一塔山峰景区, 一莲花山温泉度假村,美食,美食龙都拟前诺米茨,老山河猪肉蒲,猪头粽,苏南牢糕等,都是当地特色小吃。 住宿 村内无旅馆,可回到市区住宿 住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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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着 自己给这万一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